Hello 各位同学 新年好 接下来由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德德CMS返账的一个实战教程 这一个课程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第三章 一个主要的数据库表一个介绍 我们德德CMS的表的话是比较多 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是有91张表 对吧 有91张表 那么我们也是需要对表做一个大概的了解 先去把所有表的去了解一下 然后去记住几个主要的表就可以了 然后看我们这个德德CMS用的是我们MateECM的这一个引擎 它就是为了一些文章的读取速率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们德德CMS5.7的一个数据库结构 那么我在讲课之前的话给大家找到了我们这一个官方的 德德CMS官方给我们提供的德德CMS5.7的一个数据库结构的一个介绍 那它呢会是有这么多表 会有这么多表 那它会有对每个字段的详细的做一些说明 详细的做一些说明 那我就是根据这些表呢给大家讲一下哪些是主要的 首先呢我们来就是过目一下 一个一个表我们过目一下加一下印象 然后呢我会跟大家说哪些表是重要的 第一张表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章附件表 这个表呢也是重要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个body的话就是用来存储我们文章内容的 它用的是我们中一个文本类型 一个大文本类型 然后呢我给大家记录一下主要的表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一个 好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什么呢 文章附录表吧 当时我这么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后面我看看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解释啊 我给大家自己调小点 好那这个是一个啊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集的啊 图集的话我就不讲啊 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文章 好文章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图集的话大家也是这个东西啊 站长图集啊 他说的是这一个啊 那我们没有生成静态 所以说不能访问好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图集啊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什么info 我们来看一下啊 会有一些缩列图啊 像这种应该是当页面的啊 一些当页面的一个表啊 然后这一个有一些是跟商品啊 相关的一些表 好那这些表有什么作用 我来看一下啊 就是比如说你文章 文章设置的需要我们的这一个不是德德吧 应该是麦子德德啊 S2EF 好那我们得的CMS这些文章的话是可以设置价格的啊 可以设置价格的我们来看一下 本地的有点卡啊 就说明我们德德的话会有一些问题 好这边的话会有一些消费金币啊 他就是跟这张表相关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一个的话是软件相关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专题相关的啊 那我就给大家过目一下啊 不重要的表 我是不重要的表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表啊 因为他没有只有表明 没有说这一张表是干嘛的 那字段说明的话这边很详细啊 大家记住这一个网址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管理员表对吧 这个是一个管理员的一些权限表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些广告附加表 这个应该是跟我们这一个什么东西啊 栏目相关的一些表啊 跟我们栏目相关的啊 频道模型的一个表啊 频道模型的话 他会有一些什么主表啊 副表的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这边会有一些什么独立模型什么东西的啊 好那这种像这种一般都不会改到 或者是如果你改到可以百度一下吧 或者是有改到那个文件可以找得到 这一个是什么用子啊 然后这一个是我们的一些属性文章的一些属性啊 时间关系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主要的吧 好像这些什么缓存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几乎都不会去改这些东西啊 这些是相当于是我们得的CMS的笼一表啊 就是它生成缓存或者是更新我们 HTML静态文件的时候的话会有一些表作为临时的一个中间存储件啊 好这张表就非常重要的啊 好这张文章主表好这是一个文章的主要表哈 这边会有一等等跟文章相关的都会有哈都会有好 像这一些不重要的我就不要了软好 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文章的一些呃 权限啊不是权限啊对就是文章你需要消费金币才能看的一些权限哈 好然后这些不要好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文章分类表好 这张也是主要的啊文章的一个分类表好 具体字段的意思的话大家也是去看就好了啊 然后这个是一个地区啊一个地区的一个东西好 这个是我们问答系统好问答系统的一个表这个问答的答案好 好问答类型这边的话会有什么博客图书相关的东西 发布好这跟图书相关的一些评论好一些评论 那么这边有个频道模型好频道的一个类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虽然我们这一个啊频道 虽然我们这张表不会去改哈但是我们还是会有啊经常用到这些东西哈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的好这一个不需要 结点也没有啊这是我们跟采集相关的也不需要了哈 然后这是给我们自定义的一些东西 下载ID这个也是临时表哈然后错误的一些东西 好这一张表的话是我们的客户的一个留言板的表哈 好这个是friendlink就是我们的友情链接表啊有情链接的一个类型分类啊 fuelist这个是我们这一个叫做自由列表好自由列表的话我们也先 先记录一下哈用的比较多因为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这些好这是一些分组相关的留言啊分组的一些公告 圈子这是一些提交的东西small types 好这个是类似盖楼的那个东西哈用户组盖楼的一些东西 用户组的用户用户组 home page 这个的话是跟我们生成首页有相关的哈所以说我们得的sims的表很多 但是有些都是中间的哈不需要的日志啊好这个是会员表对吧 我只跟大家说重要的啊会员表然后这是会员的一些基本信息哈公司地址啊会员的一些啊 奇奇派派的东西还有会员的一些链接会员的好友来会员的分组会员的留言 还有一个会员的一些模型会员的一些消息这是msg 好这些都是跟会员相关的哈 啊太多了啊太多了我只有指给大家讲有用的啊这些因为七七八八的有些是插件的他这个没有整理 这是搜索关键字的哈搜索关键字的后面跟大家说一下 单一面上行单 当然音声也 Witness这样是什么样的咫 choosing 当顷的哈叮当的版本的产品的用户消息软件配置 好 这边有一些系统的媒体变量 好 系统的媒体变量 这个到时候可能用得上 因为我们后台系统有一个媒体变量非常有用 好 媒体名 这个系统模型 好 还有一些可能会漏掉的 漏掉的那些我们后期如果说二次开发有用到 我们再返回来跟大家讲 这个叫做系统配 系统配置表 像这些的是比较有用的 这一个是跟我们tag相关的 好 tag list 上传相关的还有一些投票的 好 那么我们就挑了这么 123456789 9个主要表 9个主要表 那我挑出来的这9个都是 比较有用的 好 比较有用的 那我给大家 放大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的话 那跟大家主要讲一下我们的一个文章表 还有这个文章表的一些索引的一些相关建议 那这个是我们下节课来讲的 然后我们看到 好 在这一个软件中 看我们的表会更加的清晰 一眼望过去 我们就比较知道哪些是重要的 好 因为我们这个软件呢 会给我们去弄好 那么我这个软件的话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叫做hidi sql hidi hidi还是hidi sql 这软件也是非常不错啊 个人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 好 那么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软件的一些功能 然后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导出 导出我们数据库 就是导出数据库 把它做成一个one big file 做成一个htl 就是点sql的那个文件 也可以是直接导在 另外一个数据库当中 好 当然呢 也会有一些 导出目录 相关的东西 那用的最多的话 就是导出一个sql的文件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的的话 我们可以当张表导出 当张表导出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干嘛呢 可以这样子 选中之后呢 Copy data 好 我们复制选中的行 变成我们sql一句 可以这样子 对吧 非常方便 然后呢 比如说我们需要修改 这张表的一些索引结构 对不对 我们首先点击这张表 然后这边有一个table 对吧 然后table点进来的话 这边有一些基本信息 这个是表明跟一个表的描述 然后会有一些配置的信息 可以选择我们引擎之类的 还有我们这一个auto 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自尊的一个东西 然后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些索引 然后有外键 然后这一个地方是非常好用的 哈 就是一张表的所有表结构 我们表结构 只要在这边复制这个代码 那就可以去执行我们sql 放到任意你想放的地方 好 然后呢 这也有一个alert quote 这边 好 这边呢 这个的话就应该没什么了 然后还有一个的比较好用的 就是我们这个日志功能 还有我们这个日志功能 那我找一个随便 这个是应该没用的 假设说我这个日志功能 我把这一个变成一 我修改了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alert table 这一个sql一句 会非常完整的生成一句话给你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尝试的使用一下我的这个软件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题外话 好 那么我们主要表的话就是这么几个 下节课的话 我跟大家讲这两个三个 或者是四个吧 好 反正最主要的话就是这两个 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文章表结构 还有一个他的一些索引的一些相关东西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一个听讲